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一樣好熱 我們還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可是跟昨天比較起來 其實高壓有慢慢慢慢的往東退 等於它沒有那麼的強了 大致上還是維持吹的西南風 但是高壓沒那麼強的結果 就是有些零星的午後鎮雨 又開始冒起來了 那預計明天的天氣 禮拜天應該還不錯 大致上是維持類似類型 但是靠山區有一點雲量會出來了 有一點局部偶鎮雨 那下週一二三高壓又再慢慢的退一點點 所以大致上午後鎮雨 下禮拜會稍微增多一點點 但是各位關心的是端午節 目前各位有沒有看 有一些西南風有一些水氣 所以午後鎮雨會稍微多一點點 但是天氣大致上不會太差 就是午後鎮雨會容易發展起來 這種塞白虎等於是 但是慢慢的端午節後期 可能高壓又犧牲 又是典型夏季的天氣 那最近其實封面 就在長江流域這附近擺蕩 一直到七月可能都還在這個地方發展 預計有可能會慢慢往北走 倒是不會來台灣的 目前來看的話大概就會往北走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就是典型夏季的天氣 未來這一個禮拜 甚至七到十天都是類似的天氣 當然了午後鎮雨可能多或少 那南部也差不多一樣 南北都是一樣有一點很熱的感覺 就出現了 請大家外出一定要防曬防霜送暑 那禮拜天其實有沒有看到 因為明天是這個 夏至也是日全環時 靠山區容易雲量比較多 像嘉義士就在旁邊 所以雲量可能會比較多 到沿海的地方可能會蠻好的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 這樣經過的時候 下午兩三點的時候經過的時候 特別是那一分鐘還蠻關鍵的 可以看好一些好的配備 來看這個日環時 不過南部的確有一些 午後鎮雨發展的機會 那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大致上又回到很熱的夏季的天氣 但是可能山區有一些 午後局部的鎮雨 大致上今天晚上天氣都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珍惜 明天就是南部靠山區 有一些午後鎮雨 但是最近其實天空很藍 很舒服 請大家真的好好好掌握一下 多去外出運動 但是就是要防晒防中暑 預計下禮拜高壓會稍微推一點點 水氣稍微增加一點點 這個是細緻的變化 我們氣量的人看得到 但是你可能感覺不到出來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 午後鎮雨會增加 但是端午假期慢慢開始 高壓又再度犧牲下來 所以未來這個禮拜 大概就是一個很熱很熱的 夏季天晴的天氣